我觉得男人花心很正常的 明星的迷惑发言有多离谱 当胡歌被问心事中是否花心事 我觉得男人花心很正常的 如果男人不花心的话 他在事业上和学业上就会缺少很多的动力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女人 我们变成很多个女人的话 你的动力会数十倍百倍的增加 同样在他行动中女朋友的地位是跌得很 他喜不喜欢猫不重要 我的猫喜不喜欢他比较重要 要不您就一辈子和猫过吧 面对男女关系的韩寒是这样解读的 一个女的如果答应跟一个男的单独吃饭 单独看电影 就是答应跟这个男的上传 请问您真的是21世纪的人吗 吴轩宇在节目中自爆 曾经被撞飞却毫发无损 叫车开得特别快 他直接把我撞飞 什么女孩像我有什么 什么 好家伙 这是见到现实世界的超人啦 还自爆喜欢奶茶和泡面 你一天大概能够喝多少杯 我宣布你的吃货人设立足了 同样迷惑的还有激进一 显来我说今年到底是2012还是2013 结果一看手机20了 不懂就问这是在营造笨蛋美女的人设吗 贺君祥对于三探的言论也是童年率精髓一地 你问一些秘方啊什么的 就是确定就是儿子在生 如果真的是女儿有可能就不会想生 这不就是明晃晃的周男青女吗 不常对的是什么 在预产期的话是处女座 就是比较不想要生处女座的 所以你说比较龟宝一点 对哦 请问处女座又做错了什么